今天的飞镖可厉害了 不仅免胶水制作 手感还非常棒 欢迎来到脑洞作战部 带你体验脑洞大开的手工 今天就教大家这款飞镖飞镖的折法 初看外观我也以为它折法很难 还以为需要用到胶水和剪刀 做完之后才发现完全不用 只需要简单的折法就能搞定 完全小白级别 准备好折纸 我们直接开工 首先准备13厘米正方形纸 我这里用到红黑双色各4张 一共8张 颜色搭配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基础的单元折法超简单 跟着做就可以 完成之后我们把其余的7张纸 全部折束这样的单元 这里做下说明 我的飞镖内部是黑色 外部是红色 你也可以颜色随意更换 四角如果是红色的话 红色的单元都要多折一步 然后我们就可以组合所有单元了 我们让所有单元的开口 都朝一个方向组合它们 背面把脚折进另一个口袋里 这样两个单元就完成了组合 接下来方法一样 红黑相间全部组合完 接下来方法一样 第七个单元往后组合 如果遮挡了 调整一下前后就可以了 全部组合完我们看一下 由于黑色单元没有多折一步 自然有两层角 我们再把所有的黑色的角 编织折叠起来就可以了 两面都折进去 这样我们的巨峰飞镖就完工了 我们看一下完整的效果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